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警察的时候你妈还没排卵呢 赶来老子的车你们胆不小啊 原来这个孙兔子他是高阶警监 比面前这俩小玩的呢不知道大了多少几 那换句话来说就好比客带表说作业 烧到校长脑子上来了 这么解释完以后是不是简单移动了很多 孙兔子最后就表示说 说看你俩态度啊还算可以 我错 这次就算了 我的车呢 刚才是丢了 让人给偷了知道吧 不是我 撞人的也不是我 撞人的那个人现在还没逮着呢 明白我啥意思吗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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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就这点事的话 我俩肯定给你办得明白白的 孙兔子他是个警察 他当然知道锦兵车牌号就能查出来车主是谁 所以他就用绝对的权利镇压住这件事 以车被偷了的名义 把锅甩给别人 到时候只要去监狱里随便抓一个背锅侠 这事就算过去了 然而王老大爷这边显然是玩不过他 那继续追究下去的话 不仅不会给你说法 就连赔偿款都落不到你手里 没错 有的时候现实就这么残忍 所以这样以后这个老王大爷虽然很沮丧 但是也没办法报警都解决不了的事 难道还要让他这个花家老人扛了个青龙烟一刀 去砍死那个王八蛋 个小小别孙人 那也是不现实的事 不过他解决不了的事 不代表咱怨巫就解决不了 王老大爷把怨巫叫到自己家里 以后就表示说说一开始 我就行 如果对方太多好歹的话 我额他点钱 在这就过去了 但是呢如今的话 我要不要的狗命的话 都好像对不起我老伴的在天之灵了 然而怨巫最终报价 五百万 在他眼里像警监这种人的命啊 是真不值钱 而现在咱们再来看看 肇事司机孙突的此时在干些什么 哎 他为了表示自己这种愧疚之情 特地是找了一个年轻的女警官 不停的让他来鞭策自己 那又只有这样才能满足自己内心 那些些许的愧疚之意 哎呦 我马上家给打的 又小屁边又底辣的 那行啊 我承认我编不下去了 其实这就是这糟老头子的癖好 还什么愧疚之意呢 他能有哪敢玩啊 但凡有那么一丁点 他都不能干出这些的事来 在他的眼里啊 这都是他应得的权利 想当初自己玩命工作 努力学习 为的不就是以后有朝一日 能一手遮天吗 这些都是我努力换来的 我凭什么不能这样 那说的好他们有道理 但是你说的再有道理那也不对 就单说人品这一块啊 咱老警察就不知道甩他多少条梯 咱老警察就明知道这件事 已经被上司们给压下来了 这才配得上警察叔叔 这个神圣的称号嘛 而上次狗嗨就跟他说 说就凭你一个人 你还想翻天是怎么着吧 他连我这个局长都买通了 你算个傻呀 换种说法吧 就说警察的级别的话 怕你们听不懂 就看看这个阶级表吧 从上到下分别是校长他爹 校长班主任学生会班长 科代表啊 你还想咋的 你充其量就是个班长 你除了管管科代表 你还想干啥吧 他所以说你 你就乖乖的就得了 没准校长他老人家一高兴 赏你个学生会会长的官 那不没意思你啊 哼 我可不像你啊 我当天狗还能当得 那么悠然自得 我总会抓着孙兔子的 到时候你也跑不了 保闭罪的话 应该也够你蹲个几年的了 小妈妈兔子 说完就走了 哎呀这个老不死的 臭不要了 我不给你警力 你就是个灯罗 班主任叫小妈 早晚给你办了 而院屋这边呢 也开始了行动 那先是由小帅和美分 伪装成警察 直接把孙兔那辆车给拖走了 正好明天警察局那边 免不了有很多的记者 到时候就这么把联一掀 嘿呀两个像吧 小宝贝 那狗还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那吓得就腿肚子直转筋呢 那是好不容易压下来的这个事啊 这回让记者 这看的这叫一个全户啊 只要明天大字报这么一登 基本上全世界都会知道 孙兔的这个高阶警监肇事 逃逸了 警戒的大人物呢 知法犯法这种事呢 肯定是头条啊 那果然这边报纸一出 狗还那边就接到了孙兔子的电话 就讲话来说小王八徒子 我让你把事给我压下去 你没给我压下去就算了 还给我整上头条呢 你挺会玩啊小宝贝啊 就这么的吧 我给你48小时 你要是再抓不着 可背后捣鬼的人 我就把你送到泰国去当妈妈嗓 就当时看到这的时候 那是真姐气啊 舔狗舔狗 那舔到最后 还下压我所有 冤屋这边呢 也收到了最新的消息 孙兔的那个女伴 由于兴奋剂注射过量 死了 确切的说是应该被孙兔子给玩死了 现在孙兔子身边呢 他正好就缺个位置 问心提示啊 一会儿可有冤屋小姐姐 皮衣福利 那看到现在的小伙伴们 算是指挥票价了 那狗孩这边 由于被孙兔子威胁 就只好把这些有嫌疑的人 都给迷晕带走 就比如说这个老盲鲁和小胖 尤其是这个小胖 他可是看过孙兔子脸的男人 那必须带走灭口 而就在狗孩带走小胖的时候 这个黑莓球正好就在旁边 他带的这个墨镜上啊 也装有摄像头 所以这个怨鲁 才能第一时间了解狗孩的动向 让人现在去救小胖的话 显然不是啥好点子 俗话说得好 那勤贼咱得先勤王 而怨鲁这边呢 也是直接联系了孙兔子 让他以为自己是来当他的玩伴的 让人在趁他不注意的时候 直接把他给撂倒 但是吧 就是想法很丰满 现实很古安 就玩着就这么玩着玩着吧 这个怨鲁就嫌得忒恶心 嫌得忒变态呀 就提里吐噜的 把该说的不该说的全说出来了 就连犯罪动机 你都暴露了人家孙兔子 能管着你吗 那能不修你吗 毕竟人家这边再不济 那也是当了快半辈子的警察了 就这点防止人的手段 还能没有吗 就直接一下就给怨鲁整昏了 当时我也是不明白 为啥就这么一搂 怨鲁就晕了 那也有可能是这孙兔子的手法 比较独特吧 那咱们怨鲁啊 小胖还有王老大爷 最后会怎么样呢 咱们得下期再说了啊 下期可真就是最终对决了 小伙伴们千万别错过 行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吧 喜欢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点赞关注 投资本能鼓励就莫罪道的动机 小伙伴们 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再见